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的分析师Jack 今天我们主要在财务面和估值上说一说 沃尔伦巴佩德投资组合中最大的持股 Apple苹果公司 苹果公司开启了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 今天它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公司 价值超过2600亿美元 公司做什么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就是设计制造和销售移动媒体 和通信设备 个人电脑和便携式数字音乐播放器 它还提供一系列软件服务 配件和互联网解决方案等 其产品和服务 包括iPhone、iPad、Mac、Apple Watch等 下面我们直奔主题来看一看历史财务报表 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见解 实际时间的退役 公司的收入和利润 似乎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上升趋势 尤其是利润 利润率平均在40%左右 多年来也保持不变 这表明公司正在设法 不影响利润率的情况下增加销售额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苹果相对于竞争对手的 非常明显的竞争优势 EBS也就是摊破后 每股收益的复合年增长率 在10年里达到了18% 而且还在稳步上升 根据相关数据 苹果的现金和短期投资合计超过480亿美元 总流动资产为1350亿美元 然而与1540亿美元的流动负债相比 作为短期余额 这不是最优的 苹果有超过1200亿美元的长期投资 总负债比权益高出6倍 债务与权益比率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改善空间 在现金流方面 经营性现金流与收益保持良好的上升趋势 自由现金流也是如此 自由现金流约为1110亿美元 根据相关数据 自由现金流比例约为4.2% 这是积极的 但也不是最佳的 在估值方面 该股目前的价格高于估算的公用价值 147美元 分析师今天更为乐观 平均目标价为169美元 这接近于当前的价格 若总体而言 进一步增长的前景能量存在 尽管目前的势头和整个科技行业 处于相对疲软的时期 到目前为止 这是一只非常不错的股票 多年来一直是巴菲特的主要投资 这使得它成为一项 非常有吸引力的长期投资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